第四十一张会长之位 在与金融宝行签订了一份长久的契约后的第二日 李洛就以饶辅主的名义在西洋屋中发起了高层会议 一时听中 庄义副会长姗姗来迟 同时还在淡淡抱怨 我这边的三品炼制式最近正在加紧炼制三品灵水奇光 时间实在是很紧 毕竟一品炼制式造成的缺口 还得我这边来填补啊 他在位置上坐下 然后冲着李洛笑道 还请少辅主多多体谅啊 真是辛苦了 面对着他那皮笑肉不笑的神情 李洛倒是表现得很客气 同时他那帅气脸庞上的笑容也一直都没有消散过 因为今天之后 西洋屋的内部问题就能够彻底的解决 此后这里就将会为他源源不断的创造利润 供他购买更多的高品灵水奇光 这如何能不开心 庄义瞧着李洛面庞上的笑容 稍微的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但玄吉也就没放在心上 毕竟李洛虽然是少辅主 但毕竟不管是 而且他是陪好的人 李洛没什么正当的理由也奈何不了他 正凭长老也在习 他同样不知晓李洛召开这个高层会议的用意 眼下见到人都到齐了 也就开口问道 少辅主将我们招来 究竟有什么事吩咐 李洛笑道 也不是其他的事情 之前不是与长老说过西洋屋会长位置空缺的事情吗 正平一正 玄吉咒媒道 此事不是已经有了定论吗 以炼制是负责人的业绩来评判 而如今言副会长这边 似乎劣势很大啊 少辅主难道不想用这个方式了 可这是西洋屋的规矩啊 就算是少辅主 也不能无缘无故的更改 不然服了众啊 庄义接口说道 在场的高层虽然没有说话 但神情显然是认同庄义所说 李洛迎着众多疑惑的目光 摆了摆手 道 这个规矩很好 没必要更改 只是我想说 结果应该已经算是出来了 众人眼中的疑惑更浓烈了 连庄义都是愣了愣 玄吉好笑的道 难道少辅主是要宣布我取胜了吗 还是说 严副会长主动认输了 听到此话 在场一些高层不由得有些恍然 的确 按照这规矩来比较的话 庄义执掌的三品炼制式业绩超过了一 二品炼制式太多 在这种巨大的差距下 严林青选择放弃道 也是情理之中 任书 做你的梦 严林青有梅微术 冷笑道 蔡薇也是在此时隐隐一笑 取出了一张契约 然后递给了正平长老 道 我们西洋屋与金融宝行签订了一份 青币领水的长久订单 正平长老接过契约 扫了几眼 面色顿时聚变起来 淬炼力六成的青币领水 你 你们这不是胡闹吗 西洋屋怎么提供得了淬炼力六成的青币领水 正平长老面色铁青 手掌用力的拍在桌面上 他盯着李洛 痛心疾首的道 少辅主 你怎么会签订这种契约 这简直就是在用西洋屋的名声开玩笑啊 而其他人此时早已经听呆了 他们震惊的望着李洛 蔡薇 颜灵青 显然没想到他们会捣鼓一份这种契约出来 最练力六成的青币领水 开什么玩笑 西洋屋的一品脆香湿根本炼制不出来啊 那庄裔也是有些目瞪口呆 玄机内心忍不住的狂喜 他倒是没想到他这里什么都没做 李洛他们就自己做了个大死 这淬炼力六成的青币领水 根本不可能啊 唉 庄裔重重的叹息一声 玄机对着蔡薇利声道 少辅主不懂事 大管家难道也不懂吗 他目光转向郑平等人 激动的道 淬炼力六成的青币领水 难道他们这是打算让三品炼制式来做吗 这是想要毁了西洋屋吧 我绝不会同意 郑平长老 你也看见了 如今的西洋屋必须尽快确认一个会长了 不然这样下去 西洋屋在天属郡将会失去所有的市场 李洛静静的望着一份甜鹰般的装意 倒也没有阻拦 而是任由他发泄完了后 方才看向面色铁青的郑平长老 道 这份契约不会动用西洋屋任何一位三品炼制式完成 郑平长老皱了皱眉头 审声道 少福主 我们西洋屋的一品炼制式 没有这个能力 那只是以前 李洛淡淡一笑 旋即他从脚下拿起了一个箱子 将其打开 里面躺着十只加强版的青币领水 郑平长老 这就是我们西洋屋以后出产的加强版青币领水 淬炼力能够稳定的达到六成 之前四十只已经交货给了金融宝行 现在还剩下十只左右 而且未来这加强版青币领水的产量 也会提升到每个月三百只甚至更多 论其总价值 一品炼制式将会超过三品炼制式 李洛淡淡的声音在会议厅中回荡 却是引发了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是有些惊讶地望着他 仿佛是在听什么天方夜谭般的故事一般 加强版青币领水 那是什么东西 根本没听过 我们西洋屋的一品炼制式 能够炼制出淬炼力六成的青币领水 你在胡说些什么 庄义有些恼怒地说道 言语兼语是开始变得不太客气了 或者说 是有些不安 因为李洛那心平气和的样子 不太像是失去了理智 其他人也是面面相去 最终是正平长老沉没了树西 然后取过桌面上的燕翠针 插入了那加强版青币领水中 于是所有人都是见到了刻度指向了六成 在场众人 眼睛都是忍不住的瞪人了一些 大家不用怀疑这些加强版青币领水 会不会是严副会长自己炼制而成 一品炼制是前些天被完全封闭 不过待会就可以开放给大家 少福主所说 一句不假 以后西洋污炼制出来的加强版青币领水 将会稳定在六成 蔡薇苏柔的声音 也是在此时响起 正平长老待了片刻 直到现在他都无法想象这是事实 可眼前的十只青币领水 实实在在地告诉他 这些的确是真的 而且李洛他们也没必要用这种一戳 就破的谎言来骗他们 半晌后 正平长老重重地吐了一口气 苦笑道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那一品炼制是未来 或许真会超越三品炼制是 所以我宣布 严林青将会成为西洋污天属郡分会的会我不同意 面色有些扭曲的装一猛的拍桌力声道 这肯定有古怪 一品炼制是怎么可能稳定炼制出六成淬炼力的青币领水 正平长老面色已沉 道你不同意也没用 至少这份与金龙宝行的契约就足以做到这一点了 庄一面色发青 道我不信 我不信他们能稳定提供添炼力六成的青币领水 李洛站起身来 将一世听的帘幕拉起 在这里刚好可以看见处于水晶币之中的一品炼制是 此时其中有诸多一品脆相失在忙碌 同时有人见到有人在搜集着刚刚炼制出来的青币领水 最后有识从抱着一厢新出炉的青币领水直奔一识听 片刻后 当一厢加强版青币领水出现在众人面前时 这一次 再没有人说出质疑的话了 因为不管他们如何的感到不可思议 事实就摆在眼前 甚至就连庄一 都是面色惨白的一屁股坐了下去 不断的喃喃这不可能 然而所有人都知道 庄一这一次 是彻底的都输了 关键是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他会输的这么快正平长老那古板的面庞上 都是在此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他站起身来直接宣布 从现在开始 严灵清将会升任天署郡西洋屋新任会长 一时听中有掌声响起 李洛也是靠在了椅背上 心中轻轻的松了一口气 不容易啊 这钱袋子 暂时总算是稳了 第四十二章总督府 为了庆祝升任西洋屋会长 晚上的时候 心情极好的 严灵清宴请了李洛与蔡薇 然后李洛就真正的见识到了严灵清的海量 而且最令得他震惊的是 不仅严灵清酒量恐怖 而蔡薇同样是堪称女中豪杰 两女豪爽痛饮的模样 最终震慑得李洛只能在旁瑟瑟发抖 犹如弱小的安纯一般 李洛 只要你以后能够加大那种密法原水的援助 我一定能够将西洋屋出品的所有灵水奇光 都打造成天属郡最强 借着酒禁 严灵清美目吃热的盯着李洛 请 我会尽量提供 李洛笑着阴下 眼下他香力还只是七印镜 如果等他能够踏入香湿镜的话 那么自身香力就会有质变的提升 那个时候所能够提供的密法原水 应该能够增强许多 而西洋屋如果能够称霸天属郡的灵水奇光市场 那么洛兰府在天属郡每年的利润也会大大的增加 这将会有利于李洛继续挥霍 那么 就先预祝 西洋屋称霸天属郡 蔡薇烟然娇笑 在酒精的作用下 本就如花般娇艳的鹅蛋脸颊 更是妩媚动人 风情无限 三人举杯 笑着碰在一起 在帮助颜林青解决了西洋屋的内部问题后 李洛终于是能够舒心不少 而接下来的数日 他前往西洋屋的时间稍微减少了一些 因为随着假期的临近 李洛也必须开始考虑另外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即将来到的学府大考 学府大考决定着圣玄新学府的录取名额 作为大厦国最为顶尖的学府 那里是无数少年少女所向往的圣地 放眼大厦 没有任何势力敢说有忽视圣玄新学府的实力与资格 大厦国之前 也有王朝更替 可不管王朝如何的替换 但圣玄新学府始终牢牢的屹立在那里 纹丝不动 由此可见其底蕴以及实力 更是有传闻 在那圣玄新学府中 存在着风亡的强者 所以默看李洛是洛兰府的少府主 可与那圣玄新学府比起来 还是差了许多 所以为了未来的前途着想 圣玄新学府李洛是必然要进去的 更何况 他与江青鹅还有着约定 学府大考将会囊括天属郡的所有学府 而每一座学府都将会派出前20名的优秀学员 来竞争圣玄新学府的录取名额 每年圣玄新学府下放的名额数量不一 但按照不变的规则来说 学府大考前十的人 是必然能够获得录取名额的 而其余多余的名额 则是会按照各个学府在大考中所取得的成绩来分配 所以李洛给自己的目标 就是必须进入大考前十 前十可不容易啊 金屋之中 结束修炼的李洛面色沉吟 虽说南风学府是天署郡第一学府 但也不能因此小瞧了其他的学府 或许其他学府中前20名大部分人都不足为据 可总归会有少数人拥有着真正的能耐 这些人加起来 数量就不算少了 而且 还有着那个能够对南风学府造成威胁的东渊学府 想要从这重重强敌中厮杀出来 挤入前十 就足以想象难度有多大 现在的李洛 实力为七印镜 自身水光香应该是能够在大考来到前进化到六品 可这些不见的就能够让他高枕无忧 因为他在进步的时候 其他的人同样没有止步不前 所以此次的大考容不得李洛心怀小觑 于是李洛在认真的审视自身的所有实力与手段 然后他就发现了自身的一些缺陷所在 最大的缺陷就是他缺乏有力的攻击手段 之前与宋云峰交手 虽说彼此相利差距颇大 导致他束手束脚 即便最终依靠着加强版的水晶术逼平了战斗 这同样也显露出了李洛攻击手段的缺乏 他的攻击很难对宋云峰造成什么威胁 但这个问题不只是李洛有 恐怕所有水晶的拥有者都是如此 水晶的特性就代表着他在攻击力与破坏力这一点上面 不及火箱雷箱金箱这一类的元素箱 当然如果陷入持久战的话 水晶会逐渐的显露优势 但李洛却感觉这样过于的被动 所以他必须想办法提升一下自身的攻击手段 而其他的水晶拥有者或许对此颇感无奈 但李洛不一样 他并不是单纯的水晶 而是极为罕见的水光香 心中想着 李洛便是起身 直接出了金屋 上楼去了藏书阁 南风城 总督府 在这大厦 总督统领一郡 所以论起地位权势 总督府算是一郡内之罪 呵呵 宋老弟 早就想请你来总督府做一座了 只是之前太忙 抽不出时间 只好等到今日了 总督府的客厅中 有爽朗的笑声响起 笑声的来源 是一名面容销售的中年男子 男子虽然面带笑意 但却散发着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 正是天属郡的总督 施勤 其自身 也是一位天刚敬强者 而在其下手的位置上 便是坐着宋家的家主 宋山 总督大人公事繁忙 哪能像我们这些闲人 宋山面露笑容的道 宋老弟这是在笑我啊 痴情笑了笑 他端着茶杯 看着上面漂浮的茶叶 随意的道 最近宋家的动静可是不小 想必是吃了洛兰府不少的肉吧 宋山道 还得多亏了总督大人指点 洛兰府真是可惜了 如果那两位不失踪的话 未来说不得大下五大府 都将会以他为首 痴情淡笑道 可惜那两位锋芒太漏了 不然的话画到此处 却是停顿了下来 如今洛兰府自身难保 宋家可得把握好机会了 他看向宋山 说道 多谢总督提点 我宋家定会时刻记住这份恩情 宋山点点头 缓缓说道 痴情笑笑 话题便是转了开来 客厅外 临着一片湖泊 宋云峰听着客厅内若有若无传出的声音 然后目光望着前方的湖边 在那里 有一名白衣少年 少年一头短发 脑后却是有一根发便垂落下来 他手拿着鱼耳 在那湖边悠闲的喂鱼 片刻后 他方才拍了拍手 有侍女恭敬的递上了丝巾 他随手取过茶了茶 然后转身对着宋云峰走来 随着走近 他的面目也是清楚起来 论起模样的话 他似乎是显得有些普通 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然而望着眼前这看似普通的少年 宋云峰却是有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危险感觉 眼前之人 正是总督之子 施空 也是那东渊学府中的第一人 云峰 今年学府大考 我爹可是说了 一定要祝东渊学府夺得天属郡第一学府的招牌 施空笑道 以施空兄的实力 还是很有机会的 纵云峰说道 可是还不够 你们南风学府的吕清儿 可不是省油的灯 到时候如果对上了 会是一个劲敌 施空道 对此 宋云峰也是深有同感的点点头 他同样明白吕清儿的实力 虽说我不惧他 但我做事 不太喜欢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到时候学府大考上 说不得需要你配合一些事情 施空淡淡的道 纵云峰文言 面色忍不住的变了变 有些为难的道 施空兄 你这是要我出卖南风学府 嗨 你这说得太难听了 而且你还真将南风学府当自家人呢 那里不过只是我们修行中的一个临时停留点而已 只要到时候你握住大考前十的成绩 自然能够尽胜悬心学府 那个时候还需要理会南风学府吗 施空笑道 而且你放心吧 不会让你做太明显的事 他摆了白手 道 这也是我爹的意思 南风学府那老院长 跟我爹曾经有恩怨 屡屡阻扰我爹升迁 所以今年这天属郡第一学府的金字招牌 一定是要将他给夺走的 纵云峰沉默了好半场 最终有些艰难的点点头 施空这才温和的笑起来 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道 对了 听说那里落又有香了 之前还跟你打了一场平局 提起此事 纵云峰眼神就阴沉了一些 道 只是他投机取巧而已 如果是在大考中遇见 他根本就没有平局的机会 这样啊 施空想了想 道 那真是可惜 还想在大考中会一会这位少府主呢 听你这么一说 兴趣倒是减弱了许多 哪里需要劳烦施空兄出手 到时候有机会 我会收拾掉他的 纵云峰说道 也好 这人我虽然没见过几次 但是对他 还是很讨厌的 痴空淡淡的笑了笑 听出他言语尖对里落的恶感 纵云峰稍稍的有些疑惑 痴空见状 则是一笑 语气漫不经心 这也是一个丑事了 当年我爹曾经想帮我找 洛兰府那位江青鹅提亲来着呢 哈哈 当然最后 直接是被那两位府主给拒了 感情他们这是想给自己儿子留着呢 可惜 也不知道他们这无用儿子 真能守得住这种美币吗 纵云峰文言 心中顿时有些恍然 这才明白 为何这些年总督府会暗中推波助澜 助他们送家吞食洛兰府的产业 原来这双方间 还有这等往事 第四十三章六瓶水光箱 当李洛最后一批的五瓶零水奇光 还剩下三瓶的时候 他的水光箱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进化 踏入了六瓶 卧室阁楼上 李洛阳天岛在地台上 脸庞上布满着一种复杂与狂喜的情绪 不到一个月前 李洛还是所谓的空箱 前途莫名 然而如今 他这独特的水光箱 已是踏入六瓶 相信九瓶 而六瓶箱 无论怎么看 都算得上市中上层次了 而只要等到未来再一次的进化 就将会踏入或真价时的高品箱的层次 另外 因为水光箱的特殊 所以即便是六瓶 但由此修炼而出的项力 已经不会弱于一些上七瓶的项力 所以光从相信品级这一点上 李洛已经追上了许多优秀的同辈 而据李洛所知 整个南风学府中 拥有着上七瓶项的人 也只有屡青鹅一人而已 即便将这个范围扩大到整个天属郡这一带 恐怕都是屈指可数 李洛可不会因为身边出了一个江青鹅这种九瓶项的妖孽 就真的以为七品相不值得一提了 而如果不是九品相的超级珍惜 那圣玄新学府又怎么可能会开启特招 将将青鹅提前收入其中 要知道 圣玄新学府的格调可是很高的 他们见过的天才简直如过江之青 所以寻常天才 可没那资格能让得他们大开方便之门 李洛抬起手掌 只见有着蓝色的项力凝聚而来 那项力极为的精纯 其中仿佛是有着水狼声传出 清澈冰凉 他能够感觉到 随着水光相进化到六品 他的项力 也变得更为的雄厚与精纯 甚至距离八印镜都不远了 蓝色项力在李洛的指尖 最终凝聚成了一颗约莫拳头大小的蓝色水球 下一霎 他屈指一弹 蓝色水球爆射而出 而在即将射中墙壁时突然爆裂开来 有刺眼的强光骤然爆发 让得早有准备的李洛都是双目须眯了起来 李洛倾笑一声 这道橡树并不稀罕 只是一道很常见的中阶橡树 水弹树 若是对手被水弹树击中 水象之力侵染身躯 自身速度将会受到延缓 但这道橡树的缺陷式攻击力比较低 难以对人造成太大的伤害 所以李洛将这道中阶橡树做了改良与加强 他在其中加入了光明相利 最终成型的水弹不仅速度更快 而且还能够爆发出刺目强光 取到干扰之效 所以这道加强的水弹树 已经被李洛改名 变成了水光弹 这些天为了备战接下来的学府大考 李洛在橡树上面下足了功夫 这水光弹便是试验成功的技能之一 李洛翻身而起 他看着桌面上还剩下的两支五品灵水齐光 神色有些惆怅地叹了一口气 短短不到一个月 他的水光相提升了两品 这个速度说出去绝对能够震撼无数人 但李洛明白 这个高速提升期恐怕也快要到此为止了 因为六品灵水齐光 可就不再跟五品一样 能够轻易地购买到上百支了 而且光是从价格来说 五品灵水齐光 市价5000斤 而六品的灵水齐光 则是要达到昂贵的3万斤 他从五品提升到六品 消耗了一共180支左右的灵水齐光 而六品到七品 更是相信中的一个分水岭 因为这是中品相迈向高品相的门槛 所以其中所需要的灵水齐光恐怕将会更多 暂且就当需要200支灵水齐光 那么其价格最终会达到恐怖的600万斤 这个数字恐怕是整个洛兰府一年的收入 而眼下的洛兰府内幼外患 肯定不可能拿得出600万斤来支持他 再有一点 就算是有钱 您也得等市面上有六品灵水齐光出现了 才能买得到 距离落所知 整个天鼠郡 每个月出现的六品灵水齐光 恐怕也就在十支左右 想要在这里凑齐进化到七品的量 李洛都感觉到不太可能 除非到王城去这么算下来 想要将这后天之箱养到九品 那所需要的资金 简直是达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 在这种数字之下 即便是洛兰府 都显得有些渺小了 仔细算算的话 这后天之箱 好像其实是有点坑人的 当然它因为空巷的原因 倒是可以吸收低一点品阶的灵水齐光 但是那样效率相当低下 比如这次伴随着水光箱达到六品 他在吸收这五品的灵水齐光 那效率比起进化之前 简直是差了好几个档次 所以对于他而言 用低级的灵水齐光来替代高级的 未必就真能划算多少 只能说当作没办法时的替代品 李洛面露晨宁 不过好在他的特殊之处 并非只是这一点 因为等到他进入相试境后 就可以开始锻造第二箱田入第二箱工 所以就算到时候他这第一箱 因为资金的原因难以向前 但第二箱的到来 足以让得他继续进步 而且真要说起来 也只有当第二箱工被填上时 这独属于他李洛的优势 方才会真正的迸发出来 虽然我一个六七品的水光箱 或许比你九品相差一截 那我两个六七品的双属性后天之箱呢 三个呢 我一个箱打不过你 我群欧你总可以的吧 而这种优势 至少在没有遇见封侯镜的强者前 李洛大概率是能够一直保持下去的 除非是遇见那种偶然进击时 侥幸在封侯镜之前就开辟出第二箱工的超级天才 但这种存在 应该跟他这先天空相 差不多罕见的吧 而且真遇见了 他三项之力打双项 也该有点优势吧 心中思绪胡乱的发散着 然后李洛重重的吐了一口气 将这些情绪技术的压下 同时从桌面上取过来一枚蓝色的预解 这上面记载着一部新的能量引导术 正是李洛早就为自己挑选好的 全铺呼吸法 上品将接 要求六品香 这部全铺呼吸法的能量引导术 比起之前李洛修行的苍蓝冥想图要更高阶一些 而且其所修炼出来的水项之力 爆发力会比苍蓝冥想图更强 倒是正适合眼下的李洛所需 李洛细细地品读着这部悬铺呼吸法 许久后 戴德初步有所领悟 方才开始尝试修行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中 李洛大部分的精力 都用在了悬铺呼吸法的修炼上 直到假期结束的前一天 蔡薇派人来通知他 此前他嘱托帮忙打造的相具 已经成功地出炉了 第四十四章大考将临 老宅的一间厅堂中 李洛兴奋地快步而进 第一眼就见到郊区高挑风雨的蔡薇 李花还娇艳的鹅蛋俏脸 笑盈盈的风情无限 不过李洛看得久了 也早就免疫了蔡薇的妩媚 所以目光一转 就看见了桌上摆放的一个铁瑕疵 他两三步的窜了上去 直接将铁瑕疵打开 有寒光流露而出 只见得其中躺着 两柄寒芒流转的短刀 短刀长约持续 一柄通体湛蓝 其上隐隐有水纹流动 另外一柄则是呈现蛋白色 据说这是一种名为日灵铁的 金属打造而成 在日光下会绽放刺目之光 两柄短刀 皆是掺杂了蕴含着水能量 与光明能量的金属 李洛以此为武器时 能够更大化地将自身 这水光相立的威力发挥出来 双刀的刀柄 呈某种瘦口之状 引有獠牙探出 另外双刀整体来看 刀弧要显得更深一些 刀刃微弯 寒光流动 锋利异常 李洛握住双刀 轻轻挥舞 顿时有着细微的破风声响起 旋即他反手将双刀跨在腰间 倒是显得格外的帅气 不错 李洛满意的点点头 旋即他很随便的给两把刀取了个名字 占蓝色的以后叫水闻刀 另外一柄就叫做日闻刀吧 这只是一套合格的相具而已 还达不到宝具的层级 彩薇的眼光倒是挺高 李洛这两柄短刀 除了造型稍微有点特别外 其实倒也算不得有多珍贵 相具也有品杰之分 一般是普通相具 而普通相具之上 便被称为宝具 只不过与普通相具相比起来 宝具就要显得厉害 与稀有许多了 而且每一个宝具的价格都是极为的不菲 远远的超过普通相具 但宝具需要相力强衡一些方可趋势 现在的李洛不过才七印镜而已 所以即便是给他一道宝具 恐怕也是难以施展出其真正威能 这个够用了 等以后我进入了相识境 再搞一套真正的宝具试试 李洛笑道 这两柄短刀 是他为了接下来的学府大考所准备 只是过度一下而已 借了蔡薇姐 李洛感谢道 蔡薇摆了摆小手 道 你们的学府大考应该快到了吧 这几天南风学府变得热闹了许多 天属郡各城的学府都有精锐队伍派来 每年的学府大考 对于各郡而言都算是一件盛事 到时候的大考争斗 也将会引得无数人蜂拥而至 热闹非凡 李洛点点头 道 还有三天时间 蔡薇美目中带着一点担忧 道 有把握吗 虽说如今李洛觉醒了水箱 但比起其他的学员终归是晚了一些 蔡薇也不知道他究竟能不能追上去 而考入圣玄新学府的重要性 蔡薇也心知肚明 如果李洛能够进去 这对于他自身的声望也是极大的提升 最起码 洛兰府中的一些人也不敢再忽视于他这位少府主 这从而也能为将亲俄分担一些压力 李洛腰胯刀 手掌斧着刀柄 脸庞上露出一丝笑容 放心吧 蔡薇姐 我可是有着不能输的理由的 因为如果连这一步都达不到的话 退婚这辈子都只能别想了啊 假期最终如期结束 李洛回了学府 然后他与赵阔便是被徐山岳单独的叫了出去 前往院长所在处 你到七印了 在无聊的交谈间 李洛知晓了赵阔在这段假期中再度有所提升 同样是探入到了七印镜 不由得有点惊讶 赵阔只是五品香 这个品级说高不高 说低也不低 而他能够在大考前达到七印镜 足以说明他平日里有多下苦工 身躯魁梧赵阔如雄的挠了挠头 笑道 这次假期我可没回家呢 一直在学府中修行 多亏了学府对我们特训了一下 这才临时抱佛脚的完成了突破 赵阔这十天时间 可是拼了命的在修炼 前面带路的徐山岳听到两人谈话 回头说了一句 言语兼对于赵阔的努力与勤奋 显然是很认可的 李洛也对着他竖起大拇指 道厉害 哪能跟你比 你人长得帅 像树悟性又高 现在还觉醒了水香 以后你就是南风学府 即将亲俄学姐之后的又一个传说 赵阔一脸诚实的道 我会选择和你做朋友 也主要是因为你这个人实诚 从不说谎 李洛点点头 一脸的感叹 那必须啊 大考上还请洛哥照着我 小事 到时候我拿个第一 直接带你进胜玄星学府 洛哥霸气啊 走在前面的徐山岳听着两人这有些不要脸的商业胡吹 脸旁也是忍不住的一黑 转头赤道 都闭嘴 道了 李洛与赵阔立即停了嘴 看向前方的一个庭院 此时塞那里已是有着十数道人影等待在这里 正是此次南风学府的前二十名 人群中 李洛还见到了李清儿 宋云峰 蒂法琴这些熟悉的身影 而此时 所有人都面带戏谑笑意的盯着他们两人 显然 他们刚才的商业胡吹 竟然也被他们听见了 不过面对着众人戏谑的目光 李洛神色倒是很淡定 没有显露任何的尴尬 这种时候 只要自己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 而赵阔则是露出一脸憨厚的笑容 运营着心直口快的爽朗外表人设 众人看了看两人 最终都是摇了摇头收回目光 脸皮真是太厚了 这里洛也有点膨胀啊 之前靠着鄙视机制逼平了宋云峰 现在竟然还敢夸口大考第一 也不问问李清儿童不同意 而在人群前方 还有这老院长的身影 他目光带着笑意的扫了一眼 李洛与赵阔两人 然后冲着众人笑道 看来人都到齐了 那我就先跟你们说一说 此次的大考吧 听到此话 所有人都是一领 聚今会神的等待着 老院长接下来的话 此次学府大考 将会在三天后开始 而你们这二十人 会代表我们南风学府参战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保住我南风学府 天署郡第一学府的招牌 这一次圣玄新学府下发到天署郡的录取名额 一共有五十个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竖起了耳朵 五十个名额 比往年显然是少了几个 而这样一来 到时候的竞争就会更为激烈了 按照往年规定 学府大考前十 都将会获得一个圣玄新学府的录取名额 余下四十个 则按前十的排名来分配给各个学府 大考第八九十名所代表的学府 将会额外分得一个录取名额 第五六七名所代表的学府 将分得额外两个录取名额 第三名 第四名皆是分得五个录取名额 第二名分得六个录取名额 第一名十五个录取名额 这最后一句话落在众人耳中 顿时就引起了阵阵哗然 谁都没料到 这一次的学府大考 第一名的比重竟然如此之大 最说以往每次的大考中 大考第一名所代表的学府得到额外的名额 也比其他名次的要多 但显然没这一次这么夸张 众人之前 那医院的导师林峰 面带温和与鼓励笑容的看着吕清儿 道清儿 这一次南风学府如果想要稳住招牌 恐怕就得靠你去夺了第一了 老院长也是面旁格外和蔼的点点头 简然 他们都是对吕清儿记忆厚望 不过也正常毕竟他才是如今南风学府的顶梁柱 面对着他们那殷切的注视 吕清儿翘脸倒是颇为的平静 只是轻声道 我会尽全力去争夺 老院长点点头 旋即嘱咐道 不过你要小心东渊学府的失控 此人实力极强 或许将会是你的劲敌 听着这个名字 吕清儿美目中也是略过一丝凝重 认真地点了点琴手 从明天开始 你们就不必来学府 而是要入住白陵园 那里是天署郡各方学府队伍聚集的地方 等到三天后 就会由此处进入白陵山 那里就是此次大考的场地 老院长再度做了一些叮嘱 最终方才做了总结 南风学府在老夫手中几十年 他的荣誉比老夫的性命都更重要 所以在这里请大家在大考上多多努力 为老夫将这最重要的东西给维持一下 老院长面旁肃然 对着众人微微弯身一礼 二十名学员倒是被他这举动吓了一跳 然后连忙弯身回礼 最终老院长挥了挥手 众人开始怀着不同的情绪退走 李洛走出庭院 望着万里无云的蔚蓝天空 心潮也微微的有些澎湃 绝府大考 终于要来了啊 可惜老爹老娘没能在这里 不过如果他们真在的话 会不会边看边嫌弃的摇头 这字太傻了 跟乖徒二根本没得比 据说在江青鹅的那一届 天属郡其他学府简直被压制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根本不敢生出半点挑衅南风学府的勇气 在得知他被圣玄新学府提前录取后 天属郡各大学府几乎是谈官相亲 激动的热泪盈眶 而与江青鹅这光仙道能让人眼下的履历相比起来 他李洛显然就过于的跌宕起伏了 甚至在一个月前 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他恐怕连参与大考的资格都没有 讲到这些 李洛那澎湃的心就凉了一点 然后叹了一声 我得意思啊 第四十五章白陵园 白陵园坐落在南风城城郊的位置 背靠白陵山 这里已经多次成为了学府大考比试的考场所在 第二日的时候 李洛等人便是在临风 徐山岳两位导师的带领下 准备周全地前往了白陵园 而当他们抵达白陵园时 却发现这庄园外早已是人潮汹涌 各种各样的摊贩组成了长街 对着四方蔓延而去 热闹非常 不过倒也并不奇怪 学府大考乃是各郡的盛事 虽说参与的人员只是各个学府中的顶尖学子 可正是如此 方才导致大考更为的激烈 所有人都想看看 究竟是哪家的少年 英才能够从中脱颖而出 成为这天属郡新一代的第一人 那是一个少年人最高的荣耀 一行人进入白陵园 只感觉气氛更为的火热 无数的吵杂声音从四面传来 而他们的出现 立即引起了许多的注意 毕竟南风学府的名头 在这天属郡还是很响亮的 这就是南风学府这一届的前二十名吗 哇 那漂亮的长发小姐姐就是吕青儿吧 听说她是南风学府的第一人啊 今年学府大考 她很有可能就是第一名 也不见得 东渊学府的失控 也强得不行 未必就比吕青儿弱 南风学府的李洛是哪一个 据说江青儿是她的未婚妻 简直可恶 她怎么敢玷污我的女神 若 那个长得最帅的 就是南风学府的李洛 哼 帅倒的确是帅 但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 还有钱有事 毕竟是洛兰府少府主 哼 依靠家事算什么本事 无被当自强 听说她在南风学府预考上面 逼平了排名第二的宋云峰 他妈的你好烦啊 能不能闭嘴啊 沿路诸多的讨论声 灌入南风学府众人的耳中 不过显然其中要属吕青儿 李洛两人的话题性最高 当然前者是因为实力 后者是因为特殊的名声 而在不远处的高地诗亭上 也有三道人影站在此处 目光锁定在进入白陵园的南风学府的队伍中 两名少年 一名少女 一名少年身躯高壮 火红长发在日光下极为的耀眼 另外一名少年则是面容斯文 有些瘦瘦落落的 最后一名少女身穿绿衣 郊区玲珑可爱 五官容颜也是颇为的秀美 最特别是他双手手背上 似乎是有着宛如藤蔓般的绿色纹身 这三人并非是无名之辈 红发少年名为向良 出自天署郡的陈希学府 而且是这一届的第一人 实力强悍 自闻瘦落的少年名为宗富 是中阳学府第一人 娇小的绿衣少女名为池苏 是西光学府第一人 这三人 都是此次学府大考前十的有力竞争者 那就是吕青儿吗 看起来是个强敌啊 酱梁声音洪亮 眼中满是炽热战役的锁定着吕青儿 从她的身上 我感觉到了一些危险的气息 宗富眉头微皱 轻声道 南风学府的第一人 从来就没有简单过好吗 不过你们也得庆幸了 还好我们不是在江青鹅的那一届 不然直接洗洗睡吧 池苏娇笑道 酱梁与宗富深有同感的点点头 感叹道 那江青鹅太恐怖了 酒品光明香 简直吓死个人 跟她一届的人 真是让人同情 不过南风学府这一届中 也只有吕青儿与宋云峰值的忌惮 其他人不足为惧 酱梁自信地说道 虽说她所在的学府比不上南风学府 但正因如此 那个学府才能够将很多资源都堆积在她的身上 而类似她这样的人 在天署骏歌大学府中虽说不多见 但也不止她一人 因为为了网罗这些天赋学员 各方学府都很舍得花大代价 那个李洛呢 听说她在预考上面跟宋云峰都成了平局 池苏说道 酱梁文言 吃笑一声 道 那是因为她依靠某种特殊的手段 把笔式时间脱光了 而且最后她的项力也被消耗殆尽 如果再给宋云峰一秒时间 那李洛都得狼狈出局 这只是投机取巧罢了 大考上是用不上的 池苏文言 这才恍然 有些可惜的道 真是浪费了这么帅的模样 那一旁思思文文的宗父 却是轻声道 轻敌是大忌 李洛能够逼平宋云峰 足以说明她自身有一些古怪 所以为了万全着想 有必要将她的真实能力试探出来 这才能够将一切的不稳定因素都化解 这一点 你们就别管了 我会想办法的 将良撇撇嘴巴 到随便你巴 持素眸光一转 到你们都接到了失控的传话吧 她要我们晚上去碰个头 商量一些事情 将良点点头 面对着那位总督之子 并且算是唯一一个能够在正面 与南风学府履亲而抗衡的人 她也是充满着忌惮 她的面子还是要给一些的 宗富也是轻轻点头 道 她的目标 应该是针对南风学府 这与我们算是不谋而合 毕竟南风学府霸占天属郡第一学府的招牌太久了 每次都获得最多的录取名额 如果能够将她打压下去 对我们各自的学府都有好处 持素笑道 而且如果没有她这位重量级人物 我们恐怕也不太可能联手的 各方学府虽然会针对南风学府 但毕竟彼此也会有着诸多的竞争 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强力人物在之间撮合 联手知识基本很难形成 所以这一次时空能够站出来 倒是他们所乐意见到的 李洛一行人在林峰 徐山岳的带领下 住住了白陵园中的宿舍房间 李洛刚好与赵阔分在一起 两人整理着宿舍时 突然房门被敲响 李洛一开门 便是有一张狠浪的脸露了出来 同时露出怀中的一角书页 兄弟买料布 这话一入耳 顿时让得李洛想起了以前那些 在南风学府门口偷偷摸摸 售卖着各种不健康书籍的猥琐小贩 虞浪 什么时候转行了啊 李洛笑问道 眼前这人 正是之前跟李洛交手 然后以夸张的吐血量落败的虞浪 虞浪不满的道 我这是第一手资料 有个大学府顶尖学员的情报 而且以此推测出来的大考前十 哦 李洛眉头一挑 这家伙还真是挺有头脑啊 竟然知道都售这种资料 而且看样子似乎为此还准备了许久 你这赚钱手腕 还不错啊 李洛赞了一声 然后买了一份资料支持一下 那必须的 这些资料都是我偶心力学做出来的 保管物有所值 虞浪信誓淡淡的道 李洛随手翻开一页 然后嘴角笑意便是一僵 因为他直接就见到了他的名字 李洛 南风学府 诺兰府少府主 曾经的废物 崛起的天才 一丝无品水箱 特点 长得很帅 可惜长得帅对于夺取名额没有任何的加成 最终估算夺得大考前十的概率几低 李洛怒笑 抬头刚要怒骂 那鱼浪便是如一阵风般的扫了出去 同时远远有声音传来 我这都是为了保护你的信息啊 李洛咬了咬牙 我信你个鬼 你个浪货 下次别让我撞见 第四十六章也路子的少府主 赶走了鱼浪 李洛拿着这份资料回了房间 然后从第一页打开慢慢的看了下去 不过随着他的目光扫过 神色倒是变得认真了一些 因为他发现这上面的很多情报 还真是挺有料的 看来鱼浪对此时真的下过功夫 并不是胡编乱造来忽悠人的 当然 不包括他李洛的那一条 关于那一条上面的情报 除了长得帅着一点 连他自身都无法否认的特点外 李洛其他都不承认 而此时李洛的注意力 被一篇关于此次大考前十名最终获得者的推测所吸引 第一名 南风学府 吕清儿 上七品冰箱 一四九印镜 此女颜值实力并存 在南风学府未曾一败 第二名 东渊学府 施空 上七品雷箱 一四九印镜 此人可能是唯一能够对吕清儿造成威胁的存在 有概率夺得大考第一 第三名 陈希学府 向良 下七品火箱 八印实力 此人乃是陈希学府消耗重资源培养出来的顶尖学员 实力不可小觑 第四名 南风学府 宋云峰 下七品持雕箱 八印实力 在南风学府的预考上 其战绩接近全胜 唯一的副场是输给了吕清儿 还有一场平局 使作俑者是南风学府李洛 第五名 西光学府 池苏 下七品零毒藤箱 八印实力 第六名 中阳学府 宗复 下七品水箱 八印实力 第七名 李洛仔细的将这篇资料看完 玄机忍不住的嘖嘖秤叹 不看不知道 一看才知道这天鼠郡中竟然也是藏龙卧虎 不过想想也正常 天鼠郡其他学府虽然底蕴不如南风学府身后 但他们同样有实力培养出一位顶梁柱 如果哪天虾猫撞上死耗子 指不定就突然夺了一个大考第一 那样学府名声直接蹭蹭的暴涨 什么投入都给赚回来了 而这一通看下来 李洛发现这些前十名的有力竞争者们 几乎都是八印以及其上的实力 显然都不是弱手 看来想要进入前十 难度不小啊 李洛磨杀着下巴 现在的他是七印的实力 比起这前十名的有力竞争者显然要弱一点 不过因为水光项的特殊 这要斗起来 对方未必就会有多少的优势 如果现在的他在遇见宋云峰 就不再需要之前彼时那样 以托成平局而结束了 而显然 前十中 吕清儿与时空是独一档 这两人乃是九印实力 自身掌握的像术也相当娴熟 所以他们的确是最有概率夺得第一名的 不过李洛对于夺得第一暂时没有太大的兴趣 为什么 因为实力不太允许啊 他虽然身怀六瓶水光香 但吕清儿与时空同样有着上七品的像 两人背景不俗 所获得的资源不会比他这少福主少 所以真以为能够轻松越级将其战胜的话 未免也太不把对方当人看了 毕竟他又不是江青鹅 直接九品光明香压服一切 让人连跟他斗的勇气都没有 之前那裴号来找事 明明其自身是地下江后七 可面对着仅仅只是初期的江青鹅 却是讨不到半点的好处 由此可见九品光明香的强横与霸道 所以现在李洛的目标 就是在大考中混个钱时 得到一个录取名额就差不多了 至于第一那个位置 他真没多大的兴趣 毕竟太耀眼 容易惹来觊觎 在经历了以前那些事情后 李洛感觉 做人应该低调发育 稳住不浪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李洛更想先低调的完成一个小目标 那就是踏入封喉镜 把自己的小命给稳住 毕竟那只剩下的五年寿命 实在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刃 让人紧实难安啊 当李洛沉浸于这份 鱼浪编写的大考资料中时 天色倒是渐渐的暗了下来 赵阔打算出去觅食 不过看他这认真的模样 倒是没有出言打扰 而是自己溜了出去 然后等会给李洛打包点吃时回来便是 这份资料倒是很编得很全面 干货不少 彻底将这份资料看完 李洛再次忍不住地赞了一声 起码看完之后 他对各学府的顶尖学员都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而且看完后 他感觉于浪那个浪货 可能还真是故意没将他的一些资料写上去 免得被人针对 不然以其知晓的信息 不至于在他这里将情报写得如此的含糊与糊弄 倒是错怪了这浪货 李洛自语 旋即他听到肚子里面传来咕咕的声响 这才恍然发现天色已经尽数的黑了下来 赵阔怎么还不回来 想要饿死我独占这间宿舍吗 李洛疑惑得道 而就在他疑惑间 房门突然被敲响 鱼浪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李洛 你那朋友赵阔被人截住了 李洛打开房门 皱眉道 你说什么 门外的鱼浪怂耸肩膀 道 那家伙似乎跟中阳学府的人起了冲突 对方领头的人可是宗父 你看过我的大考资料应该知道他 中阳学府的人 他们想干什么 李洛压抑得道 连宗父都露面了 如果说是为了针对一个赵阔的话 我想你多半是不会相信的 鱼浪分析道 重着我来的 李洛若有所思的道 大概率是想要摸你的底巴 鱼浪说道 我都这么低调了 还要摸我 李洛表示很无语 那宗父好歹是前十的有力竞争者 怎么会盯上了他 看来是个谨慎的角色 符合他的性格 鱼浪深有同感 李洛的确很低调了 唯一亮眼的战绩 就是依靠机制逼平了宋云峰而已 欺负我兄弟 不管他是谁 都不能忍 李洛愤然说道 然后直接出了房间 李洛挠了挠头 你这样的话 岂不是反而碎了人家的愿吗 白陵园西侧 人流汹涌中 有不少人停步于一处 形成了堵塞 而在人群中 数名中阳学府的学员围住了赵阔 爆发着争吵 周围不少人都在看戏 啥情况啊 听说那南风学府的人 调戏人家中阳学府的一个小学妹 这么嚣张吗 小学妹在哪 那里 呃 姿色如此普通 南风学府的人 难道这么饥不择食吗 在那诸多的笑语声间 赵阔愈发的不耐 眼中怒火涌动 旋即突然撞开阻拦的几人 把腿就跑 不过脚步刚跑 他就突然感觉到一股雄魂之力 自后方涌来 一直有些冰凉的手掌 按在了他的后背上 那掌心吞吐的力量 让得赵阔浑身一僵 不敢动弹 他偏过头 望着出现在后面的一名念容 斯文瘦弱的少年 怒道 你们想干什么 宗复文言 微笑道 兄弟 事情还没完呢 今日的事 你总得让南风学府中 说得上话的人 出来解决一下吧 你们想讹我 赵阔沈声道 宗复笑道 如果南风学府 不来哥勾面子的人 最后恐怕就只能修理你一顿 为我们小学妹讨个公道了 放屁 他长得比老子都壮 我会调戏他 赵阔怒道 宗复则是不理 只是将他牢牢的置住 任由四周看热闹的人 变得越来越多 庄方扯皮 呼骂了一阵 突然人群有些骚动 然后宗复眼睛便是一亮的见到 那里落走了出来 果然来了 宗复心中安息 只要里落陷了身 今日说什么都得把他的底摸出来 看看究竟是有真本事 还是银枪蜡烛头 不过 还不待他心中喜色扩散 只见得里落就转头对着后方喊道 监察导师 这里 就是这家伙违反规矩 撕撕斗欧 赶紧把他抓起来 剥夺他参加大考的资格 宗复脸庞上的笑意直接僵住 然后他就见到里落后方有一名穿着监察服的导师面无表情地站了出来 草 刺文的宗复直接报了一句粗口 他没想到这位洛兰府的少府主路子这么野 这两天白陵园各大学府学员间的争斗屡见不鲜 但大家都是按照不成文的规矩自己来解决 谁见过这种动不动就跟老师举报的人 还要不要面子了 这少府主 一点都不按套路来啊 第四十七章被罚站的宗复 人潮汹涌间 周围许多围观的学员望着这一幕 也是一脸愕然 谁都没想到这过来就场的里落 竟然顺便带了一个监察导师过来 我去 这少府主也太不讲规矩了 太耸了 这不是显得怕了宗复吗 绝缘间的争吵 竟然还要找导师举报 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说得没错 不过好像找导师才是最正确的办法吧 此此逗哦 本来就违反了规矩啊 你你这话虽然说得没错 但是但是有人诞试了半天 竟然有点没办法反驳 因为违法规矩的话 找导师举报投诉 好像也没啥错误 但为什么就感觉不太对劲呢 在周围的一些学员陷入沉思的时候 那宗复则是赶忙将底在赵阔后背的手掌松了开来 一脸堆笑的对着那面无表情的监察导师道 导师 我们没有斗哦 只是在开玩笑 你刚才明明想打我 赵阔说道 宗复尴尬的否认 怎么可能你不要污蔑我 李洛也是走上来 笑道 没关系 勇敢地说出你的真实想法 宗复笑道 没有没有 真没有 监察导师看了一眼场中的情况 再看了看那中阳学府那位壮士 德根雄一样的小学妹 嘴角扯了扯 道 你们要碰瓷不能找个好点的 宗复很委屈 中阳学府本来就是阳气急盛 女学员都找不出几个 这位壮士的小师妹 是他们学府前二十名中唯一的一个女生 他们平时都当成宝的 你 罚站三个小时 晚一分钟 就让你们院长来领人 监察导师没好气得到 其实这些学员间的斗欧最近太多 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李洛来举报了 他们就必须来处理 不然就是失职 监察导师说完 就直接转身走了 中围围观的众人中 有滴滴的哄笑声传出 也不知道在笑谁 宗复无奈的站在原地 也不敢动弹 李洛上前 笑道 你就对我这么好奇吗 竟然还费尽心思的 要用照阔把我逼出来 宗复盯着李洛 叹道 因为别人都说少福主你不足为惧 但我却感觉你可能会是 此次大考最大的变数 所以我得试探一下你的底啊 李洛有些讶异的道 你这么看好我 宗复点点头 道 因为我知道江青鹅的恐怖 我不相信跟他有婚约的人 真的会是一无是处 你跟江青鹅交过手 李洛更加惊讶了 宗复叹了一口气 道 交个屁的手啊 那一次他就看了我一眼 吓得我腿都麻了 不过李洛 你这么遮掩着不想动手 看来是真葬了什么 我倒也很好奇 大考上你究竟会表现得如何 到时候在大考上遇见就知道了 李洛笑了笑 旋即拍拍宗复的肩膀 那你就继续站着吧 我先回去睡觉了 说完 便是带着赵阔在诸多古怪的目光中 悠然而去 宗复望着他们离去 无奈的撇撇嘴巴 全集他似是想起什么 面色一变 妈的 被罚站了 还怎么去参加晚上失空的聚会 他不会以为我叛变了不给他面子吧 白陵园某处 一间房内 吃空面带温和笑意的招呼着面前的向良 池苏 还亲自为二人蒸了茶 言谭间偏偏有礼 三人说了一会 池苏皱皱眉 道 宗复这家伙怎么还不来 将良也有些疑惑 因为宗复不像是对失空的提议没有什么兴趣的样子 所以他大概率会出现的啊 吃空面带笑意 双目却是略显幽深 这宗复难道是不想给他面子吗 而在他心思转动时 突然有人敲门进来 在他耳边说了一些什么 再然后 他的脸庞上就有着一抹恶然之色浮现出来 吃空挥手将人遣退 然后看向两人 笑道 今晚宗复可能是来不了了 怎么回事 将良 池苏惊讶道 他想要去试探李洛的底 结果被李洛举报给了监察导师 然后就被罚站三个小时 吃空说着这话的时候 面色稍微的有点古怪 啊 将良 池苏忍不住的失声 拳击面面相去 一时间有些哭笑不得 这李洛 有点不按常理出牌啊 将良忍不住的笑道 举报给导师 也亏这家伙想得出来啊 他也不怕被人耻笑吗 可能是真没能力对付宗复吧 所以只能选择这种办法 池苏说道 我就说了 根本没必要去试探那李洛 他并不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对手 他也没资格让我们这么谨慎 向良撇撇嘴 道 吃空面带笑意的道 宗复的谨慎也是好的 如果真在大考上面遇见了李洛 就随手先解决掉吧 免得最后出现什么意外 不过显然 他对此也没有太过的在意 而是话题一转 就转到了今日的正式 宗复虽然没到 但我们今天碰头的目的 却不能因此耽搁 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将南风学府 从天署郡第一学府的宝座上面拉下来 而南风学府今年最强的人 应该就是吕清儿 只要将他解决掉 南风学府就将会失去 争夺第一名的资格 那时候 他们今年必然就拿不到 最多的录取名额 我的建议也很简单 最后时期 我们需要联手将吕清儿淘汰 将良与迟苏对视一眼 都是看出对方眼中的凝重 旋即问出心中疑虑 联手对付吕清儿并不容易 到时候就算打不过 以他的能力应该也能够全身而退 另外最后时期 必然还存在着其他强敌 一旦我们与吕清儿斗得太狠 可能会被人鱼翁得利 时空微微一笑 道 一切我都会做好安排 只要你们在我安排的时机 与低点出现便可 将良 迟苏沉吟了片刻 最终点了点头 那就依你所说 南风学府占据天鼠郡第一学府 太久了 也该换人做一做了 时空面旁上笑意更甚 然后举起茶杯 三人茶杯轻轻碰了碰 那就合作愉快 第四十八章撞见时空 接下来的两天钟 倒是没人再来招惹理落 只不过每当他出去的时候 那些周围投来的目光似乎是带着一些古怪之意 但李洛会对此在意吗 简然不会 毕竟这跟他前两年经历的那些比起来 实在是不值一提 白陵园 封餐楼 李洛与赵阔来此觅食 不过上了楼 却发现宽敞的大堂中人满为患 到处都是充满着朝气的少年少女 时不时的有着诸多笑闹声响起 人也太多了 赵阔无语道 李洛也有点无奈 刚打算撤走 却见到不远处靠窗的位置 有着人对他招了招手 仔细看去 竟然是李清儿 走 去混个饭 李洛见状也不客气 带着赵阔走过去 不过随着走近才见到 与李清儿同桌的还有着地法琴以及宋云峰 不介意的话 就坐这里吧 还有空位 李清儿先细欲直指了指控出来的位置 说道 同桌的地法琴尿目看了李洛一眼 不过却没有在如同以前那样出言嘲笑 而是安静地喝着水 倒是宋云峰微微皱眉 很适当地表现出了一些不乐意 他觉得如果有眼力尽的人 这个时候应该会明白怎么做 然后 他就见到李洛一屁股坐在了他旁边 感激地笑道 还是同学亲啊 解人燃眉之急 宋云峰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 淡淡地道 李洛 听说你又搞事了 现在白陵园有那么多其他学府的人 你能不能别给南风学府抹黑了 你这样 让我们这些同为南风学府的学员 感到很是有些难堪啊 李洛文言 顿时沉吟道 如果我的所作所为让你感觉到了难堪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赶紧退学吧 这话说的直接让宋云峰眼中有怒意浮现 而那一旁的吕清儿则是唇角微弯了一下 宋云峰猛笑道 我退不退学 你说了可不算 李洛 我这是为了你好 你不要以为在预考上面跟我打了一场平局 就能够肆意得罪其他学府的人 你自己最清楚你那个平局在这里究竟有没有用 不过李洛却没听他这边的话 而是对正招呼着逝者的吕清儿道 帮我们点份餐 谢谢 吕清儿冷冷轻轻的没有回应 但与试者说话时 显然还是加了两份价格不菲的餐食 纵云峰见状 心中沐浴更甚 隐隐有些极度知火生疼 因为他可从没有这样对吕清儿说过话 偏偏里落着混蛋 竟敢当着他的面使唤他 明天大考就要开始了 都做好准备了吗 不过吕清儿显然不打算听他们继续冷嘲热讽下去 于是主动开口说道 机人都点了点头 然后话题就顺势转了开来 李洛道没怎么参与 而是专心埋头吃饭 不过吃了一半 他突然发觉这桌上气氛微微顿了顿 当即目光有所感应的看向了一个方向 只见得那里有一道人影走了上来 那名少年模样不算太过的出众 但却隐隐散发着一种令人感到压迫的气势 那股气势 即便是其面庞上带着温和的笑意 依旧令人不敢小觑 东渊学府 师空 天属郡总督之子 而这师空上了楼 目光直接就看向了李洛他们这边 然后笑着走来 各位 插个座可行 吕清儿眸光一台 淡淡的道 不好意思 满座了 师空笑着从旁边借了一个椅子过来 那一桌的人显然也认识他 所以没人敢阻拦 师空在宋云峰另外一侧坐下 道 清儿 家父与吕伯父也算是相识 没必要这么冷淡吧 你我本就是竞争关系 何必故作亲和 装起来不累吗 吕清儿道 师空无奈一笑 道 你我未来必然都会尽胜玄心学府 到时候反而是同学 没必要这么生疏 云峰 你说对不对 他还对着一旁的宋云峰问道 宋云峰神色平静的点点头 李洛吃得心满意足 放下了碗筷 看向吕清儿 道 吃完了没 要去散步消食吗 吕清儿闻言 顿时请手清点 他当然知道这是李洛帮他化解局面 毕竟他也不想留在这里跟一脸虚假的师空说这些没用的话 师空见状 双目须眯了一下 他手指粘着一颗残痘 拳击屈指一弹 隐隐间仿佛是有着细微的雷鸣声响起 一道荧光已迅雷之势 直接对着李洛面目弹射而去 不过就在那荧光即将击中李洛时 一根散发着寒气的筷子飞射而至 将那颗缠绕着雷像之力的残痘机飞了出去 最后筷子狠狠地插进了楼柱中 其上蔓延的寒气引得附近有些白霜浮现 吕清儿双眸有些冰冷地注视着师空 周身隐隐有寒气升腾起来 道失空不要没事找事 这边的动静在大堂内也引起了一些骚乱 一道道经营的目光投射而来 而当他们发现冲突的竟然是吕清儿与失空时 顿时兴趣大发 难道今年学府大考最有实力竞争第一名的两人 在这里就要提前动手了吗 在那众多关注中 失空笑道 失守失守少福朱可别生气啊 李洛摇了摇头 无奈地道生气道没有 只是你这太浪费粮食了 看来兄弟你家教不合格啊 是总督平常不教你的吗 如果家里缺皮鞭 我可以送你两根 失空面带笑意 道 少福主说得对 我下次多注意 知错就改 那就还是个好孩子 李洛点头赞扬了一声 然后就与赵阔转身离去了 吕清儿眼眸冷猛地看了失空一眼 跟了上去 帝法琴也赶紧跟上 而宋云峰先是看了看失空 这才起身离去 失空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也不在意 伸手将桌上盘子中剩下的几颗残豆丢进嘴中 轻轻搅动 嘴角带着笑 眼眸中却是一片冷漠 这里洛 究竟是藏着实力 还是真没能力 还想试探出来呢 他轻轻自语 旋即又笑着摇摇头 钻了 一个废掉的少福主 应该没多大的威胁 只要淘汰掉吕青儿 那么这一次 南风学府必定握不住那天属郡第一学府的招牌 不过这家伙 还真是令人讨厌啊 看来有必要也顺手做点安排 让他早点滚蛋淘汰吧 第四十九章大考开幕 时间在这热闹的白陵园中飞速而过 眨眼间 大考之日已至 白陵园外 汹涌而来的人潮越来越多 显然整个天属郡各地 都是有着人敢来观看这场大考盛事 白陵山山脚处 绵延的观看台上黑压压的一片 人气鼎沸 最前方处 有着一些宽敞奢华的亭格 这些亭格都是为天属郡的各方大人物所准备 而短短一会的时间 天属郡的总督诗秦 南风学府的为沙老院长皆是露面 引起了许多的关注 作为天属郡中分量最高的两位 他们直接释入了最中央的亭格 然后就有人立刻奉上香茶瓜果 呵呵 老院长精神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啊 施总督面带笑意的道 为沙老院长提笑肉不笑的道 听说施总督对我南风学府身为这天属郡第一学府不满意的很呢 这定然是谣传 施总督笑着摇头否认 全集他话音一转 道 这天属郡第一学府都是靠实力争夺而来的 任何人都改变不了 除非南风学府实力被其他学府超过 老院长淡淡的道 我南风学府在天属郡崛起的时候 施总督你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混迹呢 这些年施总督执政天属郡 也与老院长多有矛盾冲突 其中一些甚至涉及到了南风学府的名望与利益 要知道老院长几乎将南风学府的名气当成了他的命根子 是总督敢在这上面商及南风学府 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 而大厦王廷每年都会对各省总督进行政绩评审 而老院长作为天属郡第一学府的职长人 自然是有重要的话语权 但以双方的恩怨 老院长怎么可能给什么好的评价 这就导致这些年施总督始终难以升迁 随着时间的堆积下来 双方的恩怨也是越来越深 如今见面 自然是唇枪舍剑 特别是今年 如果施总督的政绩评审还是未能达到一个程度 那么他大概率会被调走 被分派到一个比天属郡更弱的郡地 这也是为何施空想尽办法的想要将南风学府 那天属郡第一学府的招牌给摘走的主要原因 中庭这里气氛冷明 而其他的地方则是热闹非常 宋家 帝法家 被加这些天属郡的大家家主 皆是现身 金龙商会的吕会长 也是满面春风而来 毕竟这次的大考 他那小侄女可是会大大露脸的 在一处停革间 蔡薇与颜林青也是到了 毕竟作为洛兰府的议员 他们当然也要关注一下自家少府主在大考中的成绩 当然更多也是因为他们与江青鹅是关系极好的闺蜜 所以对待李洛时 他们都是有种将他当作弟弟般的感觉 再加上李洛人长得帅 性格也没有少府主的傲慢 虽然有时候会皮一下 但显然还是很讨人喜欢的 你说少府主这次能进前十吗 蔡薇优雅的斜靠着椅背 随手取过一根香蕉拨开 性感红唇开合间 对齿便是将其轻轻咬断 这一幕若是有男子在此 怕是会被辽得心火灼体 颜林青玉只敲了敲桌面 忍不住的道 你这狐狸精收敛典型不行 又没有外人 蔡薇委屈道 玄吉他从果盘中取出一片香瓜地给颜林青 道你多吃点这个补一补 你还得寸进尺了是吧 颜林青怒了 你长得凶就了不起是不是 当即起身 直接扑上去压住蔡薇 使劲的挠痒起来 蔡薇被挠得花枝乱颤 颤颤巍巍 最后只能求饶 饶了我吧 我错了 那可怜兮兮的娇媚模样 哪有洛兰府大管家平日里的冷静与理智 颜林青冷哼一声 这才做了回去 道李洛应该是第七印的项力级别 从明月上的实力来看 他想要进钱时难度不小 不过如果他们南风学府的那位吕青儿能够夺得第一的话 那南风学府将会额外得到15个名额 这15个名额里面 李洛拿一个倒是不难 蔡薇倾笑一声 道 我却觉得 少府主要进钱时不难 颜林青差异的看了他一眼 显然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信心 你别看他平日李温和没有半点少府主的架子 但其骨子里面还是很骄傲的 毕竟是那两位的儿子 同时还是与亲儿有婚约的人以他那性格 他或许不会对第一生出什么执念 但他恐怕也不太会接受这种被人带进圣玄心学府的事情 蔡薇说道 当然最重要的是 出于直觉 我总感觉咱们这位少府主 可没表面上显露的那么简单 颜林青若有所思 其实李洛有时候的确是给人一种摸不透的感觉 明明只是一个才开箱没多久的人 但这短短一个月间他做成的事情可并不少 希望他能够靠自己的本事进入前十 夺得录取名额吧 不然的话 这种被顺带进圣玄心学府的人 日后到了圣玄心学府都会有点尴尬 再加上他还是洛兰府少府主以及亲儿的未婚夫 嘖嘖 想起这事 我就觉得李洛去了圣玄心学府都未必是个好事了 颜林青服了福音至近况 清冷的脸颊上流露出了一些同情 蔡薇也是轻轻点头 他同样是从大厦王城过来的 对圣玄心学府也比较了解 同时他也很清楚江青鹅在那里拥有着何等的名气 说是万众瞩目一点都不为过 李洛如今躲在南风城还好一些 那些风波吹不过来 可一旦去了圣玄心学府 恐怕他就将会直面江青鹅那璀璨到让人眼瞎的光环所带来的压力 如果换个承受能力差的人 怕是都扛不住 而在他们说话间 这片场地中气氛突然间沸腾了起来 两女目光投射而去 然后就见到各方学府的队伍都是在此时入场了 他们眸光扫去 一眼便是见到了南风学府之中的李洛 毕竟那一头银灰色头发以及极帅的模样 太好认了 少福主长的是真好看 这头发颜色变了厚 更帅了呢 蔡微笑着评价道 颜灵清美好气的道 颜值控 肤浅 不过他也没否认 继承了他那两位父母优良基因的李洛 的确在外表上面挑不出半点的毛病 无数目光注时间 有一名身穿星光长袍的身影出现在了高台上 星光长袍上 有星辰绽放出银色光辉 那是圣玄新学府的导师福 显然 来人是圣玄新学府下派而来的监督员 各位天属郡的学员 我是圣玄新学府的导师 安烈 今年的学府大考 将会以积分制来分出排名 那名为安烈的圣玄新学府导师 看上去约莫在30左右 而能够在这个年纪成为圣玄新学府的导师 显然也算是年轻有为 而随着他声音的落下 只见得各学府的领队导师 则是取出一个金牌 分发给了各自的学员 李洛他们也是拿到了金牌 金牌约莫八张大小 上面铭刻着各自学府的校徽 同时还有着名字 当大考开始的那一刻 你们所有人都会进入两个评审关卡 通过这两个关卡 你们将会得到一些基础积分 这两个评审关卡中 学员禁止互相动手 而一旦通过这两个关卡 一切都将会变得自由 抢夺其他人手中的金牌 将其积分夺走 这就是第三层的淘汰赛 当然同学府之间 无法互抢积分 你们的终点 是在白陵山西南方向的深处 那里有一片古城废墟 名为白陵墟 到了那里 你们会知晓最终的规则 随着那安裂不及不徐的声音落下 所有学员面色 都是渐渐的变得凝重起来 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紧张之意 而在将一切的规则说完后 那安裂看了一眼天色 旋即露出灿烂的笑容 废话到此结束 我在此宣布 学府大考正式开始 当他这话一落 这方天地接纳紧绷的气氛 陡然间炸裂开来 化为鼎沸之气 铺天盖地的蔓延而开 大考终于开始了 第五十章考试要动脑子 轰懵 随着安裂导师那一句大考开始 只见得那诸多学员的前方 地面上有无数树木破土而出 这些树木彼此纠缠 最后形成了一条条通道走廊 其内幽黑 通往白陵山内 南风学府队伍前面 林峰与徐山岳两人凝视着走廊片刻 然后对着身后的学员们挥了挥手 动身吧 当他们的声音落下时 只见得一道道人影身区上 有不同色泽的巷笠声腾起来 最后急设而出 直接是冲进了走廊中 与此同时 其他学府的学员也是倾巢而动 一时间场面显得极为的沸腾 而那位圣玄新学府的银袍导师 则是进了居中的停格 是总督与老院长都是对其微微点头 笑道 辛苦安裂导师了 最说从实力 地位上面来说 安裂要比他们差一些 但毕竟如今有着圣玄新学府派来的监督员的身份 所以他们也给予了一些尊重 而且这安裂也算是年轻有为 虽说如今只是银辉导师 可却有着身为金辉导师的潜力 未来一旦升任 那么在大夏国也算是一个人物了 圣玄新学府内 导师有三个等级 以银辉 金辉 紫辉来划分 而据说银辉导师的硬性标准 就是需要实力达到地下将近 而金辉 便是天刚将近 最顶尖的紫辉导师 则是需要达到封侯境 只不过紫袍导师 就算是在底蕴身后的圣玄新学府内 都是极为稀少 安裂笑着回礼 在旁坐下 道 天鼠郡藏龙卧虎 想必今年大考会格外激烈 也不知道今年是南风学府继续领跑 还是会有一军突起 他这个问题 不论是施总督还是老院长显然都无法回答 只是一笑 然后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前方所树立的一面金币 那上面被分割成许多的镜面 到时候会被早就安置在白灵山中的光影时将画面传输回来 同时这上面还会显示接下来所有学员的积分排名 并且实时更新 而当白灵山外气氛沸腾时 李洛也是随着人群涌入到了一条树木缠绕而成的走廊中 并且他发现随着不断的前行 前方的分叉口也越来越多 犹如是在给人群分流一般 随着一波波人流的不断分割 周围的人也基本变成了陌生人 不过李洛与赵阔倒是还在一起 同时还有几名南风学府的学员 这般不断前行 持续了约莫十数分钟后 李洛等人终于是见到前方走廊出现了尽头 一座木门出现在了面前 而随着他们的来到 那高大的木门也是缓缓地开启 李洛 赵阔对师一眼 然后顺着这波队伍小心翼翼地走入其中 当最后一人走近时 木门轰然关闭 有光芒绽放出来 然后众人发现 这是一座极为宽敞的大殿 大殿以木头制造而成 后势沉重 所有人都是保持着安静 有些紧张地四处注视 李洛与赵阔站在边上 目光也是在四处打量 听先前纳盛悬新学府的导师说 他们会先遇见两层评审关卡来决定他们的基础积分 眼下这里 应该就是第一层了吧 只是 究竟是怎么考验呢 而就在李洛一惑间 突然他耳朵一动 隐隐地听见了一些声响 旋即他目光猛地盯着大殿的上方 在那里 他看见了两个约莫持续左右的幽黑孔洞 声音 就是从那里传来的 那声响很快地变得越来越响 道德后来所有人都察觉到了 都是抬头警惕地注视着那两个孔洞 吱吱 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那两个空洞中突然有两股黑色洪流冲了出来 刺耳声音响彻不停 那竟然是无数只黑色的四夷蝙蝠 这些蝙蝠个头粗壮 有脸盆大小 爪牙锋利 双目赤红 看上去倒是吓人得很 无数四夷蝙蝠涌入大殿内 然后不由愤说就对着下方的学员冲泻而去 大殿内的学员们也是急忙运转相利 以各种手段来应对着那些四夷蝙蝠的冲击 到了这一刻 谁都明白 此次的考验 恐怕就是要应对这些四夷蝙蝠的攻击 李洛此时也是将向利运转起来 他不敢让这些蝙蝠近身 所以都是以相利攻远程击 将靠近的蝙蝠隔空击毙 而随着四夷蝙蝠越来越多 学员中开始有人尖叫出声 因为他们发现 一旦被那些蝙蝠抓中了身躯 他们胸口上的积分金牌就会闪烁一次红光 不能让这些蝙蝠击中身体 不然应该会降低基础分 有人大喝出声 有人慌乱 哀嚎不已 因为他已经被连续击中多次 显然这第一轮的评审官是取不到多少的基础分了 原来如此 李洛也是恍然 玄机他与赵阔贴近在一起 不断地斩杀着自思念八方袭来的四夷蝙蝠 只是四夷蝙蝠仿佛永无止境一般 不断地扑来 道德后来 赵阔都忍不住地毫了起来 要顶不住了 累死了 李洛目光在飞快地扫尸 他望着那绵延无尽般的四夷蝙蝠 目光闪烁了一下 突然一把抓住赵阔的手腕 身形急退到边缘 别动 不要化解我的橡树 他说了一声 旋即运转相利 有淡淡的流光蔓延他的身躯 同时也流到了赵阔的身体上 流光之下 李洛与赵阔的身影仿佛是在渐渐地变淡 这是中阶像树 水影树 赵阔见状一愣 旋即他望着前方扑来的四夷蝙蝠 忍不住地道 洛哥 你这没用啊 要不要出手砍了这些蝙蝠 李洛没有说话 那覆盖着两人身躯的项链上 似有光泽闪烁起来 赵阔见到李洛没回话 也只能紧咬着牙 强忍着出手砍死那袭来的四夷蝙蝠的冲动 不过 就当赵阔等待着即将来到的攻击时 他却猛然见到 那原本冲着他们袭来的四夷蝙蝠 突然仿佛是失去了攻击目标一般 茫然地停了下来 最后又转身对着其他人攻击而去 这赵阔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道还能这么玩 他有点难以置信 一个中阶的水影树 竟然就能够直接避开这些蝙蝠的感知 他低头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的影子都是消失了 当即有点震惊的道 洛哥 你这水影树有点变态啊 简直就跟传说中的影神树一样了 P的影神树 只是借助水光折射 将我们藏在了光线下面罢了 一个低级的障眼法 只要能够凝神地感知一下 就会被人发现的 李洛没好气地道 那也很了不起了 我可没见到有人能够将水影树修炼到这么厉害 赵阔赞叹道 李洛笑了笑 他没说的是 普通的水影树当然做不到这一步 他能够如此 是因为他的水影树中有光明相力在协助 水与光的结合 才能够让这水影树的隐蔽效果如此之强 接下来就不用出手了 在这里等待着结束就行了 李洛悠然地说道 洛哥 你不仅长得帅 脑子还这么好用 圣玄星学府没有对你进行特招 真是眼力不行 赵阔高兴了 一通狂吹 钻了 毕竟以后是我们的母校 也不用对他过于的苛责 李洛大度地道 唉 想不到洛哥你还有如此广阔的心胸 赵阔一脸的感叹 不过就当他趁此时无聊 打算先将小洛哥这大腿舔舒服的时候 他突然见到有一道被四翼蝙蝠追得上蹿下跳的人影不断地在对他们这边接近 洛哥 那家伙有点眼熟啊 他说道 李洛看去 然后嘴角就是一抽 因为那被追得鬼哭狼嚎的 不是鱼浪那个浪货还会是谁 别理他 当没看见 李洛说道 那鱼浪是六品风箱 速度极快 虽然喊得狼狈 但那些肆意蝙蝠也没追上他 不对啊 洛哥 这狗日的在往我们这里撞 他难道知道我们躲在这里 赵阔连忙说道 李洛一看 还真是不由得有些脑壳痛 而也就在此时 随着鱼浪的接近 他随眉鼠眼地看了李洛两人躲的方向 压低声音的道洛哥洛哥 快拉兄弟我一把 李洛装死 你再不拉我 我就引一堆蝙蝠过来 把你们给撞出来 鱼浪见到没反应 立刻威胁道 妈的 鱼浪 你这么贱 迟早被人问棍打死 一道有些无奈的声音传出 紧接着一只手掌停空伸了出来 一把扯住鱼浪的手臂 光芒流动间 将他的身影也是遮掩了下去 而后方那些冲来的肆意蝙蝠 再度茫然地停下 最后四散而开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